這個美國智庫的這個戰略中心的專家說什麼 這個廢雪說 真正完成集成演習事情的大事 但重點是在什麼 是衝突只要一開始 衝突只要一發生 我就能夠來大量集成中國船隻 你中國肯定會想要去癱瘓台灣的衛星 台灣的雷達對不對 就連澳洲這個最遠地方 他們都有什麼 遠距離雷達 你先癱瘓到台灣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日本還可以做backup 你去癱瘓日本西蘭駐島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澳洲都可以做backup 你以為說只有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種陸面型陸基型不是 他整個空軍火力都已經完全針對中國量身打造 剛才講的現在美國也完全不演了 美國現在剛才講的跟菲律賓的肩兵肩的軍事演習 今天這個所謂的環太平洋軍演 都有所謂的炸艦炸船的這個動作 炸船的完全衝著中國而來 之前傳說我要炸一個4萬噸的兩棲登陸艦 衝著我就是你中國的這個兩棲登陸艦一樣 可是現在更誇張了 現在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我不是只有攻擊一個我把炸掉兩棲攻擊艦塔拉瓦號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登陸艦一個是什麼 一個就是運遊船 等於說你運補的登陸的都在美國的火箭 應該是講什麼 飛彈攻擊的目標 保安哥現在我明確的就是針對中國所有的艦艇而來 什麼意思 因為你講到這個迪比克號 它基本上是4萬噸級 你講到這個塔拉瓦號 它基本上是1.7萬噸級 換言之你中國所有的兩棲登陸艦最大的艦級大概是多少 4萬噸 所以說你什麼樣的船來這邊我都有辦法打你 而且我不是一次打一艘 代表說是一次打兩艘 什麼意思 你所有派出來的艦艇他都講到第一時間見面 你看喔 這個美國智庫的這個戰略中心的專家說什麼 這個飛雪說 真正完成集成演習是一個大事 但重點是在什麼 是衝突只要一開始 衝突只要一發生 我就能夠來大量集成中國船隻 所以換言之你來一個我打一個 你來兩個我打一雙 你來十艘 我可不可以一次把十艘給毀掉 可以 當然有這樣的能耐嘛 而且你看喔 重點是說你以為說 他講太白了吧 他說完成集成是一個大事 我要證責中國戰爭的要求很高 而且他講 我要跟中國證明 我從衝突一開始 我就有能力 立即集成大量的中國船隻 因為中國現在一直在講說 我們下水餃透過這種大量的艦艇 大量的艦隊來直接把台灣給攻陷 給淪陷嘛 他就講沒關係 你派幾艘我都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只要一發飛彈 我們只要一發彈藥 甚至我們講的最新型的PRSM 我就可以把你的艦艇完全摧毀代性 就算你四萬噸幾 你沒有再跟大臺來吧對不對 那你如果航空母艦 你如果遼寧號 我就兩發 萬一我多的是一百發飛彈 我可不可以同時起發 可以嗎 當然有這個能耐 因為這個廢學就在講說 美國具有這樣子的能耐嘛 衝突一開始就有能力 立即大量的中國船隻 對 集成喔各位 而且你看他講 他說好 我知道 你中國肯定會想要去 貪患台灣的衛星 台灣的雷達對不對 那你貪患台灣的衛星 台灣的雷達 你以為就有用嗎 沒有 因為不好意思 我意思為什麼他跟你講 包括澳洲 各位這是我們的盟方 還有日本對不對 還有菲律賓 這些國家 就連澳洲這個最遠地方 他們都有什麼 遠距離雷達 換言之 你今天只要船艦一波動 你先貪患掉台灣的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日本還可以做back-up 你去貪患日本西蘭駐島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澳洲都可以做back-up 你中國總不可能直接打到澳洲去嘛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以為說 只有我們剛才講到的這種 陸面型 陸基型 不是 他整個空軍火力都已經完全針對中國 量身打造 比如說呢 美國現在最先進 有一款叫鏢六 鏢六事實上是什麼 是鏢二飛彈的一個升級版 但他升級版不只是增程而已 因為過去我們講鏢二飛彈 他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他必須要有艦載 就是說艦艇來去做雷射引導 就是說艦艇去引導說 你要射哪個標籤 你要射什麼標籤 但請問一下 他升級時這個鏢六之後用不要 不用喔 而且他甚至有一個更高科技的 比如說他們就示範 這一次是用什麼 F-18E來做這個承載的這種 怎麼講機體 但這個機體之後 B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我用所謂的A方 來做一個電子的這種雷達上的導力 比如說我是空中的戰機 去偵測到你這個 中國的艦艇來對不對 我把你做鎖定之後 不好意思 我從路面發射 我從海上發射 你根本不知道我從哪裡發射 所以我只要有這種鎖定的標籤之後 而且你看他們這一次 所以我也可以是F-35鎖定 F-35鎖定以後 我通知F-18 用你的標六飛彈來發射 對 換言之 重點是這個標六 它可以做艦載 它也可以做陸基型 它也可以做空載 而且他們所有任何一個方向 只要透過 比如說他們的LINK-16 LINK-22 都可以做全方位鎖定 而且鎖定之後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標籤沒什麼大不了 這標嚇死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這是未來的升級版 不好意思 它的最高速度 直接到3.5馬赫 而且3.5馬赫 他們滿不滿足 還不滿足喔 還要再把它往上提升 提升到5馬赫 就是高超音速飛彈 它有一系列升級版 那你說雨萱 這個到底什麼目的 當然有 因為打艦艇不用飛那麼快 但它實際上是要說什麼 就連你中國來襲的飛彈 是不是會想要打掉我的雷達 打掉我的防空設備 打掉我的基地 不好意思 它可以做攔截 所以這才是最厲害的地方嘛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飛彈的尾速基本上是最快 有時候尾速可能到3馬赫 甚至4馬赫 但不好意思 它跟你講說 我們就連這種速度的飛彈 都可以直接攔拆下來 而且你想想看 它是來自四面八方 都有可能有這種標六 不同的載體可以做攻擊 讓中國完全無所遁形 所以 你說等於是太空戰 整個地面戰 包括空中戰 而且最可怕的是 在這次剛剛講 它要雷達全面整合 對 整合之後 各位你想想看 等於說我每一個戰機 每一個載體 每一個戰艦 全部都是我的眼睛 與此同時 每一個方方面面的 都可以射出 所謂的這種標六的席 那你以為美國沒有準備 有 真的有準備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三大滅國神器 基本上已經全部都斷到前面 比如說我們先講 第一個三折的空軍機器 以前這三折放的都是F-16 但F-16基本上 它是這種空鬥席的戰機 它跟F-35完全不能比你 但這一次他說什麼 我們要逐步汰換 我們不會有空隙 我們是無縫接軌 把全部的戰機 換成48架F-35 也就是你看到 中國的媒體現在大波的報導是 美國現在一口氣 花了100億美金 它要把三折基地 要把嚴國基地 要把這個所謂的加首納基地 三個基地的戰機 做全面的更換 而這個全面的更換 剛剛講到 它是有協同作戰在那裡 它都可以A倒閉射 它都可以直接踹門 然後呢 透過這個炸彈 這個列車 直接的衝進中國 寡人哥 首先呢這個三折基 你會注意到 為什麼F-35A要放比較後方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F-35A 它的偵察雷達 範圍比較大 而所謂的F-35B 它是屬於艦載型 在嚴國基地 而當它所謂偵察 它其實是負責踹門的角色 什麼意思 因為F-35A 它會搭載什麼飛彈 你知道嗎 JDAM 就是這種聯合作戰導彈 但這種聯合作戰導彈 你知道它是負責打什麼 打你的防空 打你的雷達 把你弄瞎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 F-35A是踹門者 因為等到F-35 它可以先偵測到說 比如說你遠方 可能會有來的 危險甚至防空設備 而我先把你毀滅掉之後 這時候另外一個戰機 就派在那裡 JDAM都是空對地 而且是精準打擊 甚至它有些地方 還有鑽地彈的功能 對 沒有錯 那你想想看 那當所有的防空設備 以及你的眼睛 都被我打掉之後 這時候誰要來去突襲 比如說F-15E就可以去突襲 為什麼 F-15EX 各位它不是一般的散鬥機 雖然說它過去 包括在以色列所使用上 這種古地戰爭裡面 曾經打下過 這種零比霸式的這戰機 但是 各位不是喔 因為它可以搭載 B-52所搭載的 AGN-183A的這個 這有什麼了不起 什麼叫AGN-183A AGN-183A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屬於那種 轟炸級的 甚至大範圍 可以搭載核彈頭的 毀滅擊導彈 所以你想想看 它有轟炸 它是戰鬥機 對 它是戰鬥機 所以各位你看 看這個狀況 你會覺得 好 跟F-16 F-16有點像 不是 它可以搭載 掛載12枚飛彈 而且它的最核心裡面 還可以搭載 我們的AGN-183A 所以你想想看 它既是戰鬥機 又有空戰能力 又有轟炸能力 但是它唯一的沒有是什麼 隱形能力 所以當F-35A幫它 把整個前線戰場 全部進空之後 它會躲在它後方 躲在後方之後 好 兄弟 你進空之後 馬上就可以大規模的使用 轟炸攻擊 而且你想想看 12發 像我們剛才講的 類似準核彈級的火力 直接轟炸下去 根本不可能 會有任何單位信免 而且導播我們看 底下的影片 真的讓人嘆為觀止 你會覺得F-15 或是F-15EX 你裝滿炸彈 你裝滿炸彈 那根本就是 你跟你的空機的數量是一樣 你可能會變得很笨重 你根本就飛不動 但美國說沒有 美國在2024年 是錄意這個精神航空展的時候 就告訴你 導播就靠面 F-15的EX 我就算是滿載 我也身形靈巧 對 因為這個EX 跟過去不一樣 以前我們大家講說 這個叫做陰級戰機 但不是 F-15EX 多這個EX 它是變成陰二級 什麼叫陰二級 它是完全的升級版 雖然它是四代 各位不好意思 你以為它跟F-35 飛在一起是誰扮誰啊 事實上是它扮飛F-35 因為它的飛行速度 事實上遠遠超過F-35 它飛行速度是2.5馬赫 它現在是飛得最快的美國飛機 它是飛得最快的戰機 而且你想想看 戰機之後呢 等到我們講鎖定之後 然後它進行全方面的轟炸 再來它的操作性能 為什麼我講它可以Doke-5 不好意思 它垂直起降有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它甚至還可以做特技 可以做華為 甚至還可以做空中翻軌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堪稱地表 空戰最強的戰機 這個是絕對有道理 空戰最強 因為它沒有被擊落過 對 比如說我們講 過去以色列 曾經最輝煌的 我們要講一個近年 在1982年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一個中東的 這個叫做貝卡三股戰役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戰役 算是史詩級輝煌級的戰役 那個時候F-15一樣 跟F-16搭載 然後呢 跟所謂的米格戰機進行纏鬥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最後面 無一人損傷 就是說所有的F-15 至少都安全的回到了機場 但是對方敵方 竟然損失了84架敵機 所以你知道他們怎麼形容 F-15EX嗎 他們說這個叫做不醉戰機 就是永遠從來 Never沒有從空中落過地的 任何一台戰機 雙方現在激烈交鋒 現在火炮試測 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 現在烏克蘭大量使用 無人機進行攻擊 而這個無人機的彈頭 其實並不大 一個不大的彈頭 為什麼可以在戰場上 造成極大的破壞力 原來 現在美國已經將整個 炸藥火藥的配方 已經往上調升 調升到CL-20之前 黑索金已經震撼了整個俄羅斯 沒有想到現在CL-20 它的當量更大 它造成的破壞力更強 再注意的是 當美國之前不是羅斯部落普 要來台灣 要設兵工廠 要來設所謂的155榴彈炮 沒有想到這個時刻 我們的中科院也說 我們現在的CL-20的火藥 我們也已經調配成功 如果說 我們現在也可以調配出CL-20的話 未來的熊二飛彈 熊三飛彈 紅嘴火雞彈 都可以放在現在 在烏克蘭上面旅艦 提供的這個火藥 如果這樣的話 未來我們這些火箭袋 我們這些火箭 它的殺傷力 它的威力 會更加的強大 而中國現在還注意到 另外一件事情是 美國現在 在日本的三個基地 也就是在三則基地 在嚴國基地 還有在加索納基地 將它的戰機大幅的更新 將F-16變成F-35A 現在大幅的進到了F-35B 甚至現在把原來的F-15 變成了F-15EX 這樣的一個轉變 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樣的一個轉變 為什麼讓中國感覺到 壓力極大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來 邊緣的大方 首位的財經專家 黃瀟宇好 大家好 熊二位是 資深美田張宇軒 大家好 熊二位是 桃園市議員黃金平 黃金平安 熊二位是 資深美田林玉峰 大家好 熊二位是 資深美田王尉德 大家好 熊二位是 資深美田黃偉翰 黃杰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走 剛才談就是 現在美國 剛剛講在三則基地 在嚴國基地 在江首當中基地 北 中 南 三個地方剛剛講 都把戰機做大幅的貸款 這個貸款花了美國 一百億美金 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而且當做這個大動作之後 剛剛講的 中國感覺到壓力三大 而且美國把錢花在哪裡 表示他要應對的 那個人才是他真正的重點 現在美國對於 俄乌戰場來說的話 似乎是他 大家意見來不一樣 但是 對中國的態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7月3號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宣布了 三個地方 要加強這個武力的時候 讓中國完全跳腳 第一個是在三則基地 三則基地在青森 雖然他看的位置 是比較偏北的這個位置 他說原本這邊有F36架 我要換成F35A 48架在這個地方 你說把F16 改成F35A 對 沒錯 好 另外一個在嚴國基地 嚴國基地 他在三口縣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F35B的數量 我們要調整 也就可能會把它增加上來 另外第三個是 在加首那基地 我們從過去的F15A 換成最新的F15EX 載彈量更大 用這樣的三把利刃 保證 三把利刃同時插向 中國的北方 中國的中方 中國的靠近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目的是 他顯然就是為了挑戰中國而來 所以說 今天三則基地 導播看到現在所有的這份基地講 三則基地 你看起來好像是針對北韓 沒有 他直接下去到哪裡 他是艦直北京 這F35我可以整個踢開大門 踢開大門以後 長驅直入 北京就是我囊中之物 另外我們看到F35B 因為嚴國基地這個地方 他有很多的海軍設施 海軍設施代表說 我在海軍艦體上面 F35是可以隨時起降 更恐怖的是 F15EX F15EX 這個是什麼 我載彈量極大 他可以跟F35A搭配 也可以跟F35B搭配 他可以協同作戰 好 那在此同時來說的話 你看美國的布局的說賽 遠一點的話 B-52在關島 他目前為止升級 他所謂的電戰系統 所以B-52的轟炸機的 這個能力更強了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除了F16V的這個升級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不是有個消息嗎 我們中科研原發出了這個 第四代的CL-20的這個火箭 說是第四代的高 高能量的這個火藥 裝在我們的熊山上面 所以等於熊山未來的威力 可以增加40%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搭配這些利箭 如果一入未來台海開戰的時候 寶貞你知道 F35是用來什麼 踹開大門 用來攻擊你的第一個陣營 第二個是什麼 F15EX 還有這個緊接在後面的B-52 從後面過去 載滿了大量的炸彈 我可以直接攻擊你 或是我用A射B島的方式 用這樣來轟炸你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邊境的這個地帶 而且特別提到就是 我們的F16V 也就是我們F16 Viper 我們的複蛇之盾 這個現在已經加緊趕工 而且剛剛講到 他已經將他所有的裝備全力提升 他的電戰系統 已經可以跟美軍完全整合了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美軍除了加強自己的戰備之外 也加強台灣的這個防衛能力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一次呢 比較重要的重點是在三折基地 為什麼三折基地呢 三折基地這邊原本就是 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在美軍在這邊的重要基地 他過去是F16 那這次換成是48架的F35A 那F35A來說 本來他就是戰鬥力非常強嘛 第一個 他這個作戰半徑來說的話 可以到達快要2000公里 然後他可以裝這個附油箱之後 可以到達3600公里 再來他這裡面呢 有非常厲害的這個 先進的傳感器嘛 他可以負責踹開大門嘛 所以第一個時間 他進去這裡面來說 當然他除了防範北京之外 也可以防範北邊的俄羅斯嘛 所以說他把附油箱一掛以後 他可以直攻北京 對 然後他進去之後呢 寶傑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傳感器 還有非常大量的這個指揮平台 所以他變成是第一線攻擊你 所以我才說美國這一次呢 可以說是完全的 你看三折基地在這邊 然後嚴國基地在這邊 兩邊這樣兩把利刃就直插你什麼 北京的這個利刃 所以你看他這個等於是 針對北京一南一北 你如果真的是同時遭受到三折基地的F-35 還有燕國基地的F-35出去 請問你擋得了嗎 你根本完全擋不住嘛 那你根本不用講 這是美軍喔 日本本身還有F-35 還有南海F-35 保證你知道 算起來的話 這邊一共會有300架F-35 你知道300架F-35 都全部在你的大門口耶 這個對中國當然形成非常大的壓力啊 而且你提到說 你現在不管F-35 現在不管未來的F-35AEX 它都有一個功能 A射B島 沒錯 你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可以透過我水面上的這個 所謂的神盾艦 我也可以用F-35 作為一個空中指揮平台 那我這個空中指揮平台 我只要鎖定目標 火箭飛彈不一定從我身上打 我可以指揮 我周邊的戰機直接射出飛彈 對 沒錯 他們現在有所謂的A射B島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我們從這個圖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第一個進去的是誰 第一個進去的是F-35進去 它已經進去到敵方 這邊有防空火炮的這個地方 敵方的軍機都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看 它進去到這裡面敵方都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它是隱形的 但是它已經完全知道你的訊息訊號了 好 所以後面來說的話你看 包括這個可能是F-15EX 這個是B-52或是B-2的轟炸機 不管就是後面還有轟炸機 對 就前面的戰鬥轟炸機 先發射出第一批的炸彈 然後你發射出去 你看他們的飛機就轉走了 對 就回去了 另外它的飛彈還是可以精準命中 因為它在這個地方發給他們訊號 所以說F-15EX 搞不好還沒有進到戰場 它在遠距離之外 我就可以把飛彈射出去了 完全打光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另外一個B-52或是這個轟炸機也是一樣 在遠方你看射出去之後 你看它也是一個訊號就直接回去了 所以未來的戰場上面 我只要把F-35放在前面 我後面可以狂轟爛炸 我可以飛機可以這個戰鬥轟炸機 轟炸機去轟你 甚至船艦上的飛彈一路打出去 所以它全部可以射後備 對 甚至陸上的飛彈全部都可以打出去 這樣打出去之後 然後我F-35在這邊做一個載胎 你看它可以直接給你下命令 它的位置在這裡 它位置在這裡 我標定對方的位置 那你看這個飛彈出來是直接打到這邊 這個飛彈出來就直接打到這邊 所以你從這個圖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美國的布局你看 F-35已經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的戰鬥轟炸機 這次是由F-35EX 然後轟炸機B-52 現在在關島 提升戰鬥 提升電戰的戰鬥力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要跟F-35能夠互相聯繫 對 它是老的轟炸機 我要改善它的電戰系統 所以美國這次花了100億美金 差不多3200億的台幣 對 我不是隨便亂花花的 這個花花剛剛講到的 它是可以協同作戰 可以這個踹開中國的大門 而且我後面的這個所謂的炸彈列車 是隨之而到的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美國是真的有用心在看 你要怎麼做 我就來研發了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這次是三折基地 保證 三折基地來說的話 是美國跟日本共同使用的一個作戰中心 它裡面來說的話 有美國的這個所謂 第373的情報監視還有偵察大盾 另外它這裡面還有所謂的天線雷達 非常多 他們有密碼站的這個中心 甚至這裡面來說 還有未來的F-35也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甚至它還是這個艦隊巡邏 還有偵察部的這個指揮中心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這次美國等於是 再把它的戰鬥力把它提升 然後這裡面還有非常多的 美國蒐集情報 還有美國這個地方 可以跟美國總部連結相關資訊的這個位置 沒有想到三折基地這麼重要 而且剛剛講的日本的全球鷹 也放在這個地方 對 沒錯 它跟美國買的這個全球鷹的無人機 也是在這個地方 在前一陣子才進行所謂的編隊的儀式 所以那實際上目前為止來說 三折基地 我們過去可能都對它比較陌生一點點 現在一要變成是美國在前沿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好 老婆 我們來看對比這幾張照片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現在把這個加首扎基地的F-15 變成了F-15EX 它的威力會非常強大 這個大家看起來就是 這個是F-16的戰機 F-16的戰機剛剛講 這個是我的副油箱 這個地方是我的魚插飛 這個是小偉飛 這個AIM120 然後剛剛講這個 這個就掛滿了 可是你來看看這個 F-15EX 掛的更多了 對 沒錯 你看這個F-16 然後F-22 然後這個F-35 以及是F-18E這樣 你看他們掛的飛彈 F-16 6枚 然後F-22 8枚 然後F-35也是8枚 然後F-18A大概是8枚 寶傑 我跟你講 這就是 所以他就說 F-15E叫 Bomber Truck 炸彈列車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 戰鬥力當然 完全不一樣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寶傑 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跟他講 這個F-15E呢 它的 飛機的重量 是大概14噸 可是你知道它可以 載彈載到多少 載到11噸 也就是說 載的跟它的飛機 重量差不多一模一樣 那美國也是為了說 欸 我這個F-15E我要盡量 裝這個非常多的飛彈 所以美國有進行 非常多的測試 它原本測試一個叫做 打擊牛仔的這個計畫 這個打擊牛仔的計畫 是什麼呢 它幫它掛上這個 所謂AGM-158的這個飛彈 AGM-158是一個所謂 射程370公里到1000公里的 這個所謂的 逆裝的這個飛彈 而且它因為它很長 所以在美國為了把它 裝上去的時候 他們還設計一些新的這個 所謂寫一個編程 然後讓它這個 所謂掛彈的東西 可以往下延伸 然後把這個 這個掛彈的這個機台 把它用不一樣的設計之後 它就可以掛上去了 那不只是可以掛 這個AGM-158的這個飛彈 它還可以掛所謂的 這個AGM-183A的 超高音速的飛彈 所以等於是說 美國的所有飛彈 它都可以掛 原本這個超高音速的飛彈 只有在B-52轟炸機 因為它場有大概 約5公尺 沒辦法掛 現在它都能掛 所以等於是 我剛才講到 14噸的機身 它可以掛11噸的炸彈量 全部一次把它打出去之後 你就知道說那個威力非常強大 那你看它所在的位置 在加首納這個地方 其實距離台灣 大概原模式 600多公里左右 對 你看假設解放軍 開始出來的時候 你看我們第一個時間 它就可以快速的抵達 這邊F-35出發 然後F-15E從這邊出來 打擊這個所有的飛彈 你就知道這是美國設想的 可能台海發生戰役的時候 它的作戰的方針 我們看到現在 在奧武戰場上面 兩軍交鋒 都想要爭取戰 現在看起來可能川普當選 川普當選就要逼著和談 我要在和談之前 創造有利的一個態勢 可是他注意到說 你烏克蘭現在怎麼會有如神助 你現在的無人機 照講你無人機的這個當量 應該很小 為什麼你今天 可以把一個火藥庫 把一個這個坦克車 一炸就完全摧毀了咧 我們知道無人機 它的裝藥量並不大 它本身的這個空間有限 但是它造成這個俄羅斯軍備的這個損傷 戰損率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這個爆破 甚至有些還可以產生二次的爆破 那表示說 它的火藥威力非常的強大 後來才發現 原來美軍早在2022年 俄烏戰爭開打之後 它就提供烏克蘭軍幫 CL20 CL20什麼東西 有這麼厲害嗎 它其實就是在第四代的炸藥 剛剛有講到 美國這邊有這個報導 就有提到說 烏克蘭的天空已經染紅了 就是指烏克蘭他們的軍方 裝上CL20 不管是放到這個無人機 神風特工隊無人機 你看它這樣丟下來之後 它的這個炸藥的這個威力非常驚人 可以很輕易的就是 把它的這個俄羅斯的士兵 造成它很大的傷亡 還有它的戰車啊 裝甲車輛幾乎都被全毀 然後還有 包括俄羅斯7月4號它的 這個坦波夫火藥廠 直接被他們的這個無人機的這個炸藥 也是有CL20的炸藥 攻擊了之後你看到 直接幾乎被 直接這樣子擊中 這個就是坦波夫的火藥廠 絕不可以被炸毀了 沒錯 還有俄羅斯在這個盾內斯克 他誤軍去轟炸他的這個彈藥庫 以及頓河畔的這個 羅斯托夫的附近的石油碼頭 都是CL20的這個傑作 所以甚至有報導說提到 1200名的俄軍 一天之內就被團滅了 你就知道那個CL20啦 如果說他每一個飛彈 每一個炸彈都裝藥在裡面的話 那對俄軍的殺傷力當然大啦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高度關注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中科院今天突然講 我們也做出了CL20 那我們的CL20可以放在熊2飛彈 熊3飛彈 我們也可以放在紅樽火箭彈上面 它的威力真的可以倍增嗎 而且剛剛講到的 現在這個東西剛剛講的已經等於說 已經是非常穩定又成熟了 CL20他的學名就是六硝機六彈砸一五隻丸 這樣的一個它的威力 在自從這個炸藥的從19世紀到20世紀 然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出來 到現在第四代的這個炸藥 它已經是規模走向的是爆炸 反應非常的快 然後威力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這個目標被炸到的時候 它會產生二次的爆破 這個名字這麼複雜 所以 只有二十六硝機六彈砸一五隻萬 所以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一些什麼 像有些俗稱旋風的這個 黑旋風的炸藥 對 黑鎖精 或是黑鎖精的這樣的都不一樣 那因為它的爆炸威力 比它強大好幾倍 而且它的反應比它快 就是炸藥 尤其是武器非常適合在這個 飛彈或者是反裝甲武器上面 以前我們比如說研發出來 紅樽它的成本只有十萬塊左右 那一套的紅樽呢 你要去對付中國最新的這個994 主戰車的話 那994主戰車動輒上百萬 那你要去摧毀它 你可能要動用好幾枚 可是大家用一個概念想 CLS20裝在這上面的話 我只要一枚就可以把它給擊毀 一枚就可以把戰車給擊毀 我不需要發射幾十枚 或者十幾二十枚 去浪費時間浪費我的武器跟彈藥 就可以擊毀它 那所以我說以小博大 是不是有點烏克蘭無人機 對付俄羅斯軍備的概念 好的 又龍又蝦 我們的中國院這幾年還說 我們要被這個所謂的 這個我們的政府 就盯著看 怎麼突然做出這個東西 你說非常有趣是 之前傳說 洛斯洛普要來台灣 投資一億美元 他現在很多的美商 要來台灣生產火藥 美商要來台灣生產火藥 我們的CLS 就做出來了 你說洛斯洛普格魯曼公司 是美國四大 包括波音雷神 還有我們常聽到洛馬 以前我們採訪軍事 經常聽到四大軍火商 那洛格公司呢 他最近在俄乌戰場這兩年 他只有全境 全球只有兩個地方 設辦公司基地 一個是這個烏克蘭旁邊的波蘭 因為他離烏克蘭很近 他不能進烏克蘭 另外一個 寶吉哥你知道嗎 台灣 台北 台北 就在台北 就是我們台灣 你想想看 他不去新加坡 他也不去印度 新加坡跟印度 對軍備的需求 還有這個每次下的訂當市場 不會亞於台灣 甚至有些超過台灣 但是他偏偏來台灣 那本來他在韓國 日本就有辦公室了 那這次來台灣 他當然希望說 借重台灣的技術跟人才 然後投資1億美元在台灣 然後希望台灣打造成一個 也是國防供應鏈 就成為諾格公司的供應鏈 而他們這個 這樣的一個新的執行長 剛好也是台灣出身的 然後他也有概念 以前也帶過我們駐美的這個AIT 他的一個軍負制採購團 他就想說 把台灣的這個結合起來 吊詭的是 諾格公司才說來台灣 投資1億美元 要把台灣納入他的國防供應鏈 中科院其實在這個 之前10年前 我們就聽說 他一直在研究希爾20 10年沒有進展 這兩年諾格公司來了 就說研發成功了 就已經有這個希爾20裝藥 我當然不能說 諾格公司是不是 給他的一些什麼什麼配方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消息 在烏克蘭戰爭打響之後呢 美軍也需要全國 全球各地有很多 都可以作為他的武器後勤的供應鏈 包括這個 蓋拉格他也曾經來台灣訪問 也要求說 台灣幫忙生產這個155公里炮彈 所以加上希爾20 美軍也 美國也希望我們生產這個 這個155公里炮彈 所以你不覺得說 一連串的巧合 讓中科院在火藥的這個裝置上 還有研發上 進展也申訴了 好瑞德 剛剛講到的是 現在中國高度的關注 是在三則基地 嚴國基地跟加上希爾大基地 三則基地直接把F-16 改成F-35A 而且一下子增加了48架 嚴國基地這邊有很多的軍艦 我馬上大幅增加F-35B 我可以在什麼 可以在艦艇上起艦 另外就是加上希爾大基地 本來把F-15 現在改成F-15EX 變成什麼 炸彈卡車威力增強數倍 這個對中國來講 真的壓力非常大嗎 那麼我們剛剛 大家都想到這個日本 那麼向美國購買的 這個戰斧巡運飛彈 今天日本又購買了一個東西 日本今天 向美國正式購買的 那麼F-15可以直接發射 射程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今天大量 我問你 日本要打哪個國家 需要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空對地 空對地飛彈 對地面作戰 日本要打哪個國家嗎 我請問大家 那它的假想敵跟它的 那麼包括地對艦飛彈 意思是一樣的 十二世的地對艦飛彈 還有它的防空飛彈等等 這些不都是衝著老共來的嗎 對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大家的目標 在第一島鏈裡面 大家的目標都一致 為什麼 就是衝著老共來 包括反艦包括防空 這些飛彈 還有包括空對地的飛彈等等 都是完全都衝著老共來 那至於剛剛講的這個CL20 對 那麼寶傑你知道 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剛剛跟美國完成了一筆交易 是什麼交易呢 是彈簧刀無人機的交易 對 總共買了760套 它的彈頭 前面這個無人機 攻擊自殺無人機的彈頭 裝的就是CL20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跟他們買 這個彈簧刀 攻擊自殺無人機的嗎 因為我們會做彈頭 那它的彈頭就是CL20 然後除了我們買了760套之外呢 美軍事實上明年又買了那個彈簧刀飛彈 彈簧刀的這個攻擊自殺無人機呢 也買了1000套 前面放的彈頭也是CL20 那CL20號稱是第四代的這個炸藥 因為我炸藥之王嘛 因為很簡單 它比第二代我們常講TNT啊 那麼它的炸藥的那個整個爆炸的功能呢 增加40%以上 以前美軍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個開發出來 之所以沒有大幅度大規模的用 是因為美軍一直沒辦法克服 它的錢太貴 但後來呢 老共也發明出來了 老共把它放在 放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東風飛彈的前面 中國做彩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能用核子彈頭打的話 那你當然飛核彈頭裡面的炸彈之王 就是CL20嘛 所以老共把它放了以後呢 美軍發現 欸 這樣不對啊 欸 老共把它放在這個上面了 我如果不放的話 我怎麼能夠贏他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你從烏克蘭政府所公布的相關的引帶 裡面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的無人機打下去了以後 怎麼它的爆炸威力這麼大 對 為什麼俄羅斯的坦克呢 不管它是多少型號的 被它的無人機打到以後 它怎麼為什麼會爆炸那麼大 現在知道了吧 這些無人機的前面裝的都是CL20 所以呢這個炸藥呢 現在我們的中科院蠻有意思的 我們的中科院其實我去查了一下 已經公告在中科院的相關的網站裡面呢 是直接公告高能火炸藥CL20的技術開發 已經公告 全部都直接公告在中科院的這個網站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們現在 突然間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對不對 突然間突飛猛進 我研究10年沒有進展 突然會了 各位要知道 台灣突然間突飛猛進對不對 我們為中科院高興也為台灣高興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只用在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自殺攻擊短程的輪跡上面 你的這個雄3 尤其是雄3飛彈征程型 雄3飛彈征程型 增加的不是一倍的距離 從200變成400公里這樣而已 基本上其實它是一顆全新的飛彈 那它現在彈頭 我們現在不是拼命在做拼命在做嗎 全部換成CL20的話 也就是你把它的殺傷力 彈頭殺傷力再乘100這次以上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雄3 然後雄2飛彈 還有可以放在反艦 當然也可以放在這個天空三行的各式的飛彈 紅樽粉艦彈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第二代 現在正在沿泥第三代的紅樽火箭彈 我們政府目前為止買了2萬多枚 紅樽火箭彈 但問題是 因為它能夠穿透的專家有限嘛 如果第三代的紅樽火箭彈 全部加裝的是CL20的話 那會怎樣 它的貫穿能力是不是更高 所以呢 事實上千一法律動全局 老共當然也知道 對 老共自己本身也知道 但是老共把這個CL20呢 放在比較高單位價值的 比如說東風 東風飛彈 這些常見飛彈 放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 如果像他們講的說 那個價格非常低的話 我問你它為什麼不所有的炮彈 所有的飛彈 所有的火箭彈 全部都換 還是沒有嘛 大部分還是用TNT嘛 不過站在台灣的立場 跟它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防守的單位嘛 我們是防守的單位 只要能夠付出自己的 那我們自己本身不在乎錢 台灣不是缺購買彈藥的錢嘛 台灣是缺技術缺人家要提供嘛 感謝宋科院突然間就被猛進 研發出了CL20 台灣從今天開始 我們有這個所謂炸藥之王 有這個炸藥之王保護了以後呢 不要忘記喔 那麼美國就直接把 30公里的榴彈炮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技術呢 委託全部原料由他們出 然後由我們的兵工廠來造 我們不要小看台灣 一年從美國的這個軍火上面 那麼子彈我們賺的4億多 那還有我們現在2050兵工廠呢 那麼全部改裝了以後 以後每一年包括這個9公里的 包括7.6公里的5.56公里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一年的EOE呢 要拼命的打把一個人 一年要打800多發 所以暫時就不賣給美國了 要不然的話 單單從這些賣對不對 台灣物美價廉 一枚子彈賣5塊多 美國軍火商賣10塊 所以美國願意跟台灣買 而且我們的品質非常好 破彎戰爭的時候去打伊拉克 美軍所有這些子彈 都跟台灣下定5億顆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不要小看我們台灣自己 本身的軍工業 中國現在出現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第一個是 李尚福跟魏鳳和 李尚福等於是 習近平手把手 一路把你拉拔上來 當了國防部長 可是沒有想到 李尚福跟魏鳳和同時說 你們兩個被開除黨籍 而且你犯了非常大的 這個所謂的賄賂的這些問題 結果這個時間你就發現 很多的什麼的飛彈 剛才講的天兵的工廠 發射火箭居然說 我是在地面上 做這個引擎的測試 發動機的測試 怎麼可能飛上去 還有我今天發射火箭的時候 我的第二劫居然掉落 第二劫掉落 在大家眾目睽睽之下 上面有非常可怕的一個毒氣 現在更傳說說 現在再跟大家 傳得沸沸揚揚 也是在中國的貴州 竟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軍火庫 出現了一個大爆炸 對沒錯 事實上最近為止來說 這個網路上的很多消息在傳言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6月27號 在中國貴州的一個軍事彈役庫 發生一個大爆炸的狀況 事實上有人拍到這個畫面 但是網路傳開來了 但是媒體馬上就把它封鎖消息 封鎖了 據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人統計說 今年中國不是只有發生 這個貴州的這個軍火庫發生爆炸 有六七個地方都發生爆炸 只是網路上 沒辦法查到這個消息 很快就被封鎖了 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 所謂大爆炸的狀況呢 抱歉 現在就有人懷疑說 是跟習近平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一直不斷整肅火箭軍 什麼李玉昌被抓 然後包括說像李尚福 這個衛鳳河都被抓 他們其實都跟軍備軍書有關係 像李尚福以前是後勤 雖然就是管這些軍事彈役庫 這個時候突然軍備軍大爆炸 好 所以有人就說什麼了 因為習近平要開始查 查的話 我要知道說 你們這些軍火彈藥庫 到底可以用多少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講過嗎 中國的高層來查糧倉的時候 糧倉就失火 現在一模一樣的局面 發生在彈藥庫 就是上面的習近平想知道 我們到底狀況怎麼樣 查什麼 炸什麼 但是索性 如果被你查出來得了 你看這個李尚福 他們就被開出黨籍 那我這個怎麼辦 所以一不做而不休 就把彈藥庫給炸了 或是把他放火把他燒掉 所以才會出現說六七起 這個疑似網路傳說 有那種軍火庫大爆炸的這個事件 所以那跟習近平整肅軍方 有非常大關係 因為你要查 到底虧控多少錢的一個狀況 而且這些就不是講嗎 你在河南這個地方 也是河南 河南剛剛講 我在天兵公司 發生這個火箭的時候 居然在空中出現問題 那你就講說 這個怎麼可能發生 而且這個時間 難道有貓膩嗎 當然有貓膩 為什麼 因為他抓了這個李玉超就是 跟火箭軍相關的人士 那好啦事實上 魏鳳凰也擔任過 他們都擔任過火箭軍 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家公司 天兵科技 他是2019年才成立的 他其實他雖然說是名氣 但其實他是從 中國的軍方人士過去的 所以他是軍方名氣的 這個相關的結合體 那這次測試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了一個 最基本的錯誤 什麼叫基本錯誤 我只是要把它固定在這個地方 像熱開機這樣子測試他的引擎 結果他居然沒有固定好 就讓他飛出去了 飛上去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基本很基本 你就會犯這種錯 那表達什麼 表達什麼 表示就是故意要給你難看 所以為什麼要故意給你難看 就是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很多人在拍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在這個什麼火箭公 這個所謂西艙基地 或是南艙基地 這種你很難被拍到 但是我這次公開測試之後 就給你出大球 所以顯見很多軍方人士 是對於習近平 你這樣整數的時候 非常非常不滿的狀況 看到的畫面是在河南拱義市 沒有想到 一直想要跟SPEC-X一較常態 認為是中國版的SPEC-X的天兵公司 他說他在測試他的火箭發動機 結果沒有想到 在測試發動機的時候 火箭居然升空了 升空了以後 居然在空中爆炸 空中爆炸了以後 整個掉下來完全的摧毀 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但是現在這個火箭發射 對中國來講 根本就是piece of cake 它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因為中國在這個上面 已經累積非常多的經驗 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技術 這些年來 它都可以上到了月球 這些年來 它的衛星發展 也越來越的準確 怎麼可能說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就會發現 它在火箭深空的 這個領域裡面 一再一再的出問題 一再一再的出狀況 這個東西 難道是跟現在中美對抗 美國把這個所謂的技術 進行封鎖 我們要知道 美國封鎖中國 不是只有在半導體 航太產業 也是一個封鎖的重要的領域 難道 當美國開始封鎖 中國的航太產業 我們知道這個封鎖 是從上重避落下黃泉 是不但是 我要封鎖你的技術 我要封鎖你的器材 我要封鎖你的人員 還有 我連你的背品 要全面封鎖 而這個封鎖下去之後 現在 中美之間的科技 真的越拉越大了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 兩邊的大方 首位的自身媒體人 張宇軒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國民黨的 台灣市議員黃金平 張宇軒 第三位是自身媒體人 呂國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自身媒體人 大家好 第二位是政論專家 林定輝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東山新聞的氣象顧問 鄭哲盛 大家晚安 今天很多人都在 傳這個訊息 傳這個畫面 我們看到連香港的 東方日報 都大幅的報導 測試發動機 居然意外升空 我是要測試 我是要在地面測試 他居然飛上去 他說居然沒有綁號 綁號也就算了 他居然在空中 空中裡頭就爆炸 爆炸裡頭就墜毀 那這個天兵公司 他不是在吹噓說 他就是中國版的 SPEX嗎 天兵公司 果然是一個大天兵 本來在地面 進行一個發動機的試車 你讓他升空了 升空了之後又爆炸 而且他掉到 離人口酬命區不遠的 1.5公里的山上 這簡直丟大臉 你如果掉到人口酬命區 那還得了 而且你看到這個火光試射 沒有 整個爆炸之後 就好像一枚飛彈 擊中了這個 一個目標 一個地面一樣 整個爆炸之後 嚇壞了這個附近的居民 這個畫面 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這個是算很嚴重 不是 我本來以為說 他是等於說 火箭的試射 火箭的試射 或是火箭的發射 火箭發射的過程裡面 你發生這樣的意外 那個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了解 他不是去做火箭的發射 他說我只在地面上面 進行這個發動機的測試 結果他的理由是 我沒有綁好 沒有綁好 他竟然升空了 升空之後 他竟然爆炸了 如果只是單純沒有綁好 還是說有其他的原因呢 因為像這個 製造發生在河南的這個巩益市 當時一家北京的這個民用 這個太空的這個 有一點類似美國的這個 SpaceX 他們現在老共呢 他們也想把說 美國他把低軌的這個衛星啊 商園衛星啊 都交給SpaceX 對 他去這個發射 那中國也要發展這樣的一個科技 所以有很多北京航天科技 北京科工集團啊 幾乎都是以前的這樣一個北京的相關的單位 所分散出去的 然後呢 當中就有一架叫北京天兵科技 他自主研發的叫做天龍三號的這個火箭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爆炸的火箭叫做天龍三號 對這一枚天龍三號火箭 他本來在這個河南的巩益 他只是進行一個發動機的一個測試 大概在6月30號的時候 結果呢他進行地面的發動機的一個測試 卻沒有想到讓他意外的這個升空 你升空了之後呢 你又沒有好好的去想辦法去固定他 或是控制他的這個方向 沒有想到 他就開始像一個煙蒂一樣筆直的墜落 就完全虛空 墜落了之後呢 掉到了這個 離他本來鞏益市區的人口稠密區 大概1.5公里的西南方的一個山上 然後產生了一個火關 你看到第一枚照片 他這樣子整個墜落下來 很多民眾噴噴 紛紛拿手機去拍攝喔 到了這個墜落 快要到地面的時候 掉到了那個山上就爆炸了 整個爆炸的火光非常的大 那附近啊 方圓大概四五公里的民眾 大家都聽得到 而且現在可怕的 他用的是液態燃料 我們知道這個液態燃料 很多是有劇毒的 之前我們看到在貴州的時候 貴州的時候 就有一個火箭發射器 它的第二節墜落下來 墜落下來 你看吧 整個爆炸裡頭有那個 橘紅色的這種煙霧 這個橘紅色的煙霧裡面 都含有劇毒 有人講說 你光是聞到 你可能都有生病的問題 就沒有想到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 發生這種事情 現在這樣的一個 液態火箭的燃料 很多國家都已經不再使用 這樣發射的裝置 大概只剩下 中國跟俄國 還在用這樣的方式 你看美國 你看日本 韓國 還有其他的 他不用了 歐洲航太總署 跟這個美國的這個NASA 他們更是嚴格下令 禁止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怕發射的這個燃料 那中國俄羅斯用了就算了 你剛剛講的 貴州是發生在一個多禮拜 也就是八天前 對 六月二十二號 他從四川的這個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處理是 長征二丙的運載火箭 很不巧的 他裡面就是剛剛我講的 很多國家已經禁止 在使用了這樣一個 飼氧化二彈 他的一個整個液態燃料 這個飼氧化二彈呢 他裡面的這個化學毒素呢 你在爆炸之後 他的特性就會產生 這樣一個橘紅色的煙霧 而且一爆炸之後呢 那個煙霧你只要聞到啊 你搞不好都會中毒 中毒的話 聞到就中毒 那是會致命的 所以很多國家才開始不用啊 你現在看到 那個顏色都是有毒的 對 他是在貴州省的仙橋村上空 掉下來 因為那個地方 他離四川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不遠 對 他是一個等於是他的航道 那往上升空之後呢 他出現了這個問題 然後發生了故障 那他的這個火箭 長征二丙運載火箭 也是比直的這樣墜落 墜落爆炸了 他的這個整個液態燃料 他那個劇毒就整個散發出來 所以也導致大家看了之後傻眼 不會才經歷不落一個多禮拜 一個是這個河南 那現在又是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這個到這個貴州掉下來 那你中國的這個火箭運載 你到底是怎麼了 可是大家覺得非常困惑 你的航太技術不是已經非常發達嗎 你的天空跟你的神舟都可以 在這個千分之一秒的狀況下 在空中對接 你不但對接你現在上了月球 上了月球 你還跃到了月球的表面 你還說可以把月球表面的土壤 帶回地球來 你看厲害 怎麼這麼簡單的發射 你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狀況了 老杰哥你剛剛講的那個對接 包括千里穿針 那個都是在你設備和材料 還有這個零附件 源源不解供應的情況之下 你就算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隨時去更換你的設備跟零件 沒有問題 那現在不是了吧 你現在這兩三年 東西都被人家封鎖 你原物料取得很困難 你的材料零附件 還有你的最重要的晶片 你都被封鎖 那你甚至維修 人家都不敢派維修師到你那邊去 你的維修服務人家也無法提供 所以我們大家以為說 這個所謂的中美戰爭 只是晶片戰爭 只是半導體戰爭 只是未來的AI戰爭 但不是 現在剛剛講 你現在看到的AI AI也是他們競爭的核心 而且在航太科技上面 美國對中國也是全面封鎖 好對不對 應該講現在中美的競爭 當然是一個霸權的戰爭 霸權戰爭一開始講 我是在經貿上面做對抗 對抗了以後其實核心 是鼓勵的戰爭 那是一個科技的戰爭 而這個科技的戰爭 現在真的已經對中國 傷心動骨了吧 因為現在在中國 一直在問一個人 就是今天從台灣 叛逃到中國的林毅芙 林毅芙在三年前 他曾經講過 很傲氣的講 現在你不賣給我 雞子外光機 生子外光機 沒什麼了不起 就中國叫做光科機 你不賣給我們光科機 中國在三年內 我就可以把光科機 給做出來 就三年了 什麼也做不出來 大家問說 你用林毅芙說 你的光科技呢 代表你做不出來 就是做不出來 而這個做不出來 碰到了美國 鋪天蓋地的封鎖之後 剛剛講 從航太 從半導體 真的都出狀況了吧 對 以往來講的話 中國雖然說大話 但是它會有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偷美國技術 偷 不然就是搶人家人才嘛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 可以自己再把它模仿 然後做一個學習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因為美國已經意識到 他不是當年的1980年代 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 然後順勢的去投資或幫忙 他現在是全面在封鎖中國 所以你知道從 川普時代開始 他就針對中國的航太產業 就進行制裁 你知道我大概查了一下 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川普末期的時候 就已經針對中國45家的 航太公司進行制裁 然後到了2022年的時候 2022年的1月的時候 又針對了總共將近有7家 左右進行制裁 然後再針對2022年的8月的時候 又針對將近有大概10家 左右進行制裁 簡單來說 只要中國涉及到 所有航太產業 我大概列一下 比如說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然後它 細到什麼地步 什麼地級研究所 拐拐腰研究所 然後或者是拐拐兩研究所 到這種非常細的 你哪個研究所 我都把你倒出來 一個集團當中的一個院 一個院當中的一個鎖 什麼到什麼鎖 這個美國一定掌控到 對 而且它裡面又有什麼 涉及到什麼 航太的固態燃料 液態燃料 電子科技 晶片的部分 全部一個一個列表 然後進行制裁 你想想看 過往來講 中國可以拿到美國這些材料 或者是科技 它當然順風順水 你如果推動航太產業都可以 但問題是現在 美國給你斷貨 給你斷源頭 給你斷材料 那你這時候 就算是你有 留下來一些技術 但是你拿不到那些相關的 關鍵材料 或是關鍵的晶片 那你怎麼去做這個航太產業呢 所以你說 我們表面上看到 只覺得現在中美 在進行一個晶片的一個戰爭 在進行一個半導體戰爭 未來AI的戰爭 可是 它其實有一個核心的是 航太的戰爭 因為航太的戰爭 跟兩國國力軍力的戰爭 是有關 我早就全面封鎖了 是啊 美國商務部 還有美國國務院 都在講一件事情說 我制裁這些公司來講 這些單位來講 都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怕中國把這些東西 拿去做軍用的 也就是說 其實到最後 最終點就是這樣 我不給你晶片 不給你材料 都是因為要制止你 這個軍力擴張 那否則來講的話 未來你要爭霸戰的時候 中美一打下去來講 美國不一定要打贏 因為中國來講 不斷的去剽竊 偷襲 抄襲 那可能這樣的發展 會影響到美國 所以美國為什麼 在這幾年開始 入意虛之彩 你看到那個效果 慢慢的呈現出來了 2020年 川普的這個末期的時候 開始全力的封殺航太產業 對 一直到現在來講 大概四年時間 中國開始 所有狀況開始出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這些 這些都不 現在不是官方所說的什麼 沒有綁好 然後不小心飛上去了 然後這種事情 所以你不相信 這個所謂的天兵公司 所說的 在河南口義 我要測試發動機 測試發動機的時候 不小心居然飛上去了 我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怎麼會有這種 這麼離譜的東西呢 所以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有可能要測試的 但是測試的情況之下 發生這種情形 失控了 他一定要一種說詞 所以說他沒有綁好 這是官方的講法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 看你內部要有深喉嚨 要有人出來講 可能才會有知道說 真正的原因在那裡 但是對我們外界來 推估來講的話 一定是跟美國制裁原料 制裁晶片 制裁電子設備 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知道 當時在制裁半導體的時候 非常的兇狠 他們曾經有一個500頁的報告 一打下去 打下去了以後 要求所有 剛剛講的 當時不是賣給了長江存儲 當時賣給了中西 有很多設備廠商 他就當時馬上要求 這些設備廠商 你只要有拿美國裏面卡 你只要是美國公民 你全部都不給我 給我介紹公司 他們說每個人 拿到那個卡了以後 每個人就坐在辦公室 或坐在自己的旅館 動都不敢動 然後馬上買了機票 趕快回國 對 而且你還發現到 很多美國大學教授 比如說哈佛大學 或是馬上理工學院 很多大學教授 就是理工方面的 他們收到美國的訓練 甚至有些被判刑 不是嗎 都是說 天然計畫 對 你把相關的科技技術 洩漏給中國 那這些你違反 你過往在美國內部來講的話 你曾經簽過什麼 類似保密的東西 或者違反你相關的契約規定 那這些東西 既然人才都被擋住了 原物料被擋住 晶片被擋住 那中國的太空產業 發生狀況 其實我也不會意外 這年展開的環太平洋軍 你說 這一次環太平洋的軍演 完全是衝著中國而來 而且美國演都不演了 好吧 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先跟大家講 規模非常大 有25000人參與 而且有29個國家 以國家來講的話 你發現 亞洲國家特別多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汶蘭 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度 以色列 斯里拉卡 這邊包起來 中國大陸在這裡 中國大陸以前是有參加的喔 觀眾朋友 2018年以前 中國是有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但是 2018以後就沒有 它兩年一次 那過去來講 為什麼沒有參與 因為中美關係緊張 觀眾朋友來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在於 美國已經退役的 兩棲的這一個 登陸的作戰艦 你知道它有多大嗎 它只比航空母艦小而已 4萬噸的這個大小這個艦 要把它集成 那想說這又怎麼樣嗎 來觀眾朋友 因為你要看他做什麼 是他講什麼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是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的一個記者會 我們台灣7家電視台都去了 全世界來了很多媒體 這個人他叫韋德 是美國第三艦隊的海軍中將 他負責回答問題 記者就問他說 這一次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集成兩棲作戰 4萬噸 對 4萬噸 兩棲作戰登陸艦 誰會登陸 這幾個國家看起來 沒有人會登陸啊 但他不告訴你 問他說是不是會 就你看一下 兩棲作戰登陸艦 我先跟大家把它 要把它集成 為什麼要把它集成 因為就模擬 有人會用兩棲登陸作戰艦 去做侵略的行為 記者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個軍演 來我要如實的講 偉德怎麼說 他說我們要防止侵略的行動 因為我們有台灣記者在 所以你是講台灣被中國大陸侵略 他說我不指定任何個國家 但是我們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 我們所有29國家會一起來壓制 好 第二個 寶傑哥 老婆你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台民眾看了以後 沒有feel對不對 我看的超有feel 這個是澳洲的空軍的司令 他是個將軍 這個是日本自衛隊的海軍的將軍 最高的指揮官 這個是智利的 這個是加拿大的 他是美國的 他全部站出來拿20幾個國家 他全部告訴大家 我們要反對侵略行為 誰會有侵略行為 好 觀眾朋友 這次不是有個2024的 所謂聯合利劍的演習嗎 中文到底不是六張照片嗎 什麼戰記對不對 其中有一張我看得很清楚 叫就是洞拐腰的 兩機登陸出戰艦 兩萬五千噸的他的排水量 所以基本上呢 還沒有最大 他往上還有到洞拐五跟洞拐六 那這次我講了 導播剛剛那個畫面有沒有 美國這一次的環代表巨人 還不是美國29個國家嘛 兩萬五千人 他要集成的這一艘 寶傑哥是四萬噸的 所以已經是比這個 這一次聯合利劍出來的 兩機作戰登陸艦 還要更大的 那兩機作戰登陸艦幹嘛呢 他上面會有這個登陸艇 他會有坦克車 他會有裝甲車 就是準備要搶攤登陸的 那現在看起來整個義太地區 沒有任何國家做這件事情 所以上次 菲律賓跟美國在聯合軍演的時候 中文到底就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那麼針對 這一次更針對 他直接把兩機作戰登陸艦 把他集成 第二個 他還告訴你說 我們要反對侵略 第三個 為什麼這次中國沒有參加 他說 來寶傑哥他怎麼說 韋德講說 因為中國違反了國際規範 所以我們不邀請大家 規範 國際規範 然後再來 那我們要反侵略 然後再講說 我們根據台灣關係法 還有三個東報跟六項保證 維持印太的和平 這一次的聯合軍演29個國家 其實感覺就是說 你只要有人在印太方面 做了侵略的事情的話 你有兩機作戰登陸艦 我就集成給你看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一次排開了這麼多的國家 而且其實基本上 就是把中國給包圍起來 他在這裡演習 可是你看周邊的國家 你說歐洲也來了 歐洲也來了 歐洲來了七個國家 對 英國 荷蘭 加拿大都來了 加拿大 美國 然後巴西 南美洲都來 所以等於就是 美國的火力展示告訴你 我在整個 因為這是整個地球表面 最大的海上的軍事演習 他要告訴你 我要印太和平 他要告訴你 我會騎乘登陸艦 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明顯 就是針對中國而來 中國的所謂的防空系統 根本就像廢物 這個讓中國很緊張 可是現在有一個更可怕的事 他這次不是一個 一枚飛彈 有人講兩枚飛彈 將一個1.6噸的 兩棲登陸艦給炸掉吧 炸掉了以後 大家想 這要經過精密的設計吧 這個要精密 結果精密都沒有了 沒有 他居然在一個神秘的島上 神秘的島上 一個無人駕駛的海馬式火箭彈車 海馬式火箭彈在無人操控的狀況下 透過遠端遙控 遠端遙控把一個行進間的 兩棲登陸艦給炸成了 最可怕的是在於 第一個這個兩棲登陸艦 竟然有高達1.7萬噸 在第二件事情 這整個轟炸的過程當中 他是移動的 但是全部發動的單位 跟器材跟設備 都是無人的 無人的 所以換言之真的是 所謂的地獄景象 為什麼 因為他的概念是 我用無人就可以聚殺你 首先第一步 他在帛琉已經是數百公里外 先放了一個這種空測氣球 去感測到 包括他的電磁頻譜 以及他的無線電頻譜 然後與此同時呢 再放一個Varina 我們講香草 超長航時的這個無人機 他可以在自空至少八天之久 開始進行偵測 最後再由誰來當所謂的快手 先放這種氣球 這個氣球可以當空中的衛星 可以當空中的偵測 他可以當空中的通訊平台 對 因為他的高度非常高 是高達我們講的五萬英尺 最後呢包括這個Varina 在確定到這個鎖定的目標 在由濱海出軟團發送位置之後 由誰來出手 不好意思 也是無人的 就是無人的海馬式發射系統 發射了共兩枚的PRSM 最後在第一枚打擊到這個 1.7萬的這個兩星動物件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炸個底朝天 徹底摧毀了 而第二發那個叫做 我只是確保你死夠了 代表我已經補一槍 我當你擋地了對不對 我再走過去把你的頭再補一槍 等於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美國現在積極的 為整個所謂的無人作戰系統 做一個準備 而反而我們先前 一直在討論的冰海作戰團 現在他們的任務也明確了 他們是不是先前在巴丹島這邊 巴丹群島這邊 演練的無數的我們講青雙上陣 第一個 他的登入點其實是根本沒有確定的 觀點子寶吉他就是什麼意思 我只要找個地方 我要隨機應變 應變說我在暫時的時候 我倉促了登入 而登入之後他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要演練 演練開始說 比如說我跑到這個地方 我開了這個車輛 我們到底應該要攜帶 多少加倫的燃料 我們要攜帶多少水 甚至淨壞水的設施 我們才可以確保 我們在這邊生存下來 而他們的目的 也不是為了要發動攻擊 而是幹嘛 監測 探測 觀測 所以他們在到處 這個巴丹島附近呢 留下了所謂的感測器 而且不只如此 他們是呈現 比如說四人一組 分散狀況下 佈起整島 把整個島的地圖地形 地貌跟狀況 完全研究清楚之後 他們可以幹嘛 第一個 我可以設置 我需要偵察的點位 我可以設置 我需要雷達放置的點位 第二個 我海馬斯要放在哪裡 我海馬斯應該要部署在哪裡 才可以最有效的 對中國劍領進行打擊 對 所以寶吉哥幻影師他們是在幹嘛 他們是探測兵 所以他們是那個眼睛 整個我們講勇敢之盾最關鍵的眼睛 所以你仔細看到 他們甚至還靈活到 帶了3D列印機 那3D列印機 你說宇軒這幹嘛 當然啊 我是不是會有設備故障 我是不是有設備 需要維修 我立刻就可以透過電腦 把這些所需要的設備 輸入下來 馬上的作為緊急的應補 因為我們講的 冰海作戰產就是在第一島鏈 或是在第一島鏈旁邊 有很多小的島嶼 小的島嶼 他的海軍隊可以隨時上去 然後讓海馬斯下來 海馬斯下來以後 我可以隨時攻擊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好處是 中國根本搞不清楚你的狀況 中國根本不知道 你的海馬是在哪裡 所以中國根本無從攻擊 可是這些很多的地方 這些小島 他在歡咽漫草之中 他根本很多的東西 沒有辦法精準的瞄準 可是他現在就派了 這個冰海作戰產 我是一步一腳一的 把所有的偵察狀況 所有的地形地貌 偵測之後 下次如果發生在這的時候 我的剛剛講的 這個魚影機 我的這個西澳戰動 我可以快速的降落 降落了以後 把我需要的東西降落下來以後 我就可以在最快的時間整備 我在最快的時間安裝 最快的時間射擊 然後 在最快的時間離開 所以這就是俗稱的探勘採點 換言之這些 變態中間的團是在這些 群島裡面做採點的任務 所以仔細看他的做法是什麼 我先這個空運輪 包括海馬斯 我們最重要的武器 降落下來之後 包括開始建立防空陣地 隨時快速移動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有一個重點 以前海軍陸戰隊 到這些群島的時候 他的任務是什麼 攻擊 換言之我的想定 是我透過包括我們的 兩棲登陸艦 甚至包括我們的空載艇 隨時呢 就是這樣跟你講 跳傘空降之後 開始緊急的去攻擊 我們需要攻擊的高地 但他們這一次不是 他們這一次 不需要這些飛機 也不需要這些艦艇 他們只需要輕裝上陣 因為他們目的是防守 所以你仔細看看 陸戰隊的司令史密斯他就講了 如果中國不想要自己的船沉默的話 最好是不要來 因為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把所有來犯的艦艇 給摧毀 甚至就連我們講的 這個海軍陸戰隊的 這個我們講的上校 他講得更清楚 我們的目的 感測比導彈還重要 因為我們真正的任務 是要放在偵察這個階段 好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偵察我可以佈置的時候 我剛剛講 他現在是以暗制海 以路制海 等於說是我只要找到據點 這裡所有經過的船隻 都會變成我的獵物 對 最可怕的是 它是層層綿密的防護網 如果你把濱海作戰團 想為第一個防禦的倒閉之外的話 你就會發現 後方還有源源不絕的活力資源 為什麼 因為最近美軍 也把所謂的天寧島 天寧島過去 日本二戰時期的惡夢 為什麼 因為那兩顆原子彈所飛的飛機 就是從天寧島上而來 他們積極的把它備戰 積極的把它整備 甚至是把相關一些最新的軍備 通通擺在這邊 所以你仔細看 配合沖繩的前傾基地 而後方的天寧島 作為一個整補 包括所謂的馬毛島 以及帛琉章夷基地 換言之天羅密布的包羅網 已經把中國的解放軍 有如旺宗作邊 你敢來 我就立刻把你斬首斷頭 對 因為剛才講的 中國媒體講說 你現在的這個勇敢之盾 針對性極材 搞了半天 它根本就是針對中國 你所有的海軍 你要在海上所有任何行動的話 我只要佔據這些島嶼 我來無影去無蹤 你根本無從偵測 剛剛講到 那個海馬斯是無人的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從我的人員的移動 來判斷這一架的這個 海馬斯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就發射了 我就把你騎乘了 然後我就跑掉了 中國都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它找不到美軍 找不到 它看不到美軍 它不知道美軍在哪裡 所以以往來講 然後我們知道說 軍隊跟軍隊在作戰的時候是什麼 你譬如說解放軍 要對上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所以他們兩棲作戰 跟這個美國兩棲作戰兩個對上 結果現在不是 要硬碰硬 新的作戰這個型態已經出現了 什麼型態出現了 就是美國使用這種無人的無人機 然後氣球 然後用這個所謂的無人海馬斯 等等之類的 那也不知道告訴你說 飛彈從哪邊來 然後突然之間在亞太地區的話 印太地區 很多那種小島上面 都可能出現海馬斯 然後你的解放軍 我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那所以到處都是敵人 飛彈不知道從哪裡來 對你知道四面楚歌啊 草木皆兵啊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解放軍怎麼不害怕 因為他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啊 敵人是無形的啊 所以這種情況下 而且再加一加一些事情 我們知道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中共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摧毀美國的衛星 但是問題是 美國今天試驗給你看 我用一個氣球 我用一個無人機 我就可以把整個通訊系統 然後再加上 整個建構起來 而且還可以精準到打擊 打擊到什麼 一顆飛彈 就可以把你的什麼 把你的軍艦打掉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未來的解放軍 他可能面臨到一個 新型態的作戰系統 而現在的包含 剛剛我們講的 包含OpenAI也好 或是未來的 整個相關的作戰體系來講 他都沒辦法去精進 那這時候美國在精進的情況下 這一場AI戰爭 中國還沒打 已經就輸了 也就是說 今天美國不管是用 這個勇子之盾也好 或者是這個環太平洋軍演也好 都在演一齣戲給你看 我有能力在你一個 完全看不到我美軍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樣把你的軍艦 把你的大型艦 把你的4萬噸的 包含1.6萬噸的 所有的什麼萬噸大區 整個在海上 直接把你殲滅掉 這才是真正的賀足 這才是真正的賀足 告訴你說你動也不能動 而且你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而且你要打我也不知道我在哪裡 那這種情況之下 才能夠有效賀足 中共的一個入侵 這次剛剛講的勇敢之對 我們沒有注意到說 原來有一個重頭性 是放氣球 我想放氣球 中華民國這個國軍 早就幾百年 就會放氣球了 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現在這個氣球 你說的 它放得又準又精確 又準又精確 它還可以取代衛星 不但可以取代衛星 它還可以變成一個 空中指揮平台 因為它是一個高空 又是一個低成本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可以從海上的船艦 比如說航空母艦 你認為可以起降那個艦載機 還有包括垂直起降 或是短跑道的這樣起降 它也可以發射這樣的一個高空氣球 美國的一家公司 它就跟美國五角大廈 跟美國的軍方合作 再發射一款這樣的一種 他們稱之為Sunderhead 這樣的一個高空探空氣球 那這種高空氣球呢 它其實採用比較堅韌 比較堅固這個強韌的這個材質 然後可以耐低溫 因為你放在高空大概是20到30公里 左右的高空 那接近就是地球的這個大氣層的 平流程的位置 這就是那個氣球 對 然後這種高空地球 它下面還會放有太陽能電池 然後上面還有Sensor 它的感測器非常的小 它可以放到20到30公里 這個距離地球表面 這麼高的位置之後 它可以單獨施放 也可以形成一個網絡 就是成百上千的 那如果數百個數千個這樣的 一個高空氣球放上去的話 你如果要把它集合 它會利用高空的定向風模式 然後用一個筆記型電腦 它有這個感測器可以去做操控 它就可以把這一些高空氣球 集合起來 它可以集結 它可以分散 對 它可以集結也可以分散 然後你剛剛看到那個4E圖 是好像它跟一個飛彈發射車 做一個網路的連結 沒有錯 它發射訊號之後 因為它本身帶有感測器 我剛剛講的 不就是帶用這個筆記型電腦 可以去做遙控 然後當然它還是會有 跟這個全球的衛星定位系統做一個結合 那剛剛你看到那個飛彈發射車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sensor 跟這個高空氣球上面的感測器 做一個這個 坐標的連結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信號的發射 它可以當成一個中繼站 所以你可以 它就變成一個武器方面的這個聯網 它也可以作為這個指揮方面的協助管制 所以一群也好 一個也好 你看它可以這樣的一個定點集合 也可以在這個 如果是衛星在打仗的時候 可能會有可能被癱瘓的之餘 高空氣球它雖然沒有在 特別跑到太空的位置 但是在平停樓層二三十公里 長時間滯空低成本 又高空夠了 有些防空飛彈還不見得 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高度 它在那個時候就可以 有種某種程度 取代被癱瘓的衛星系統 再來如果你是 所以你說衛星被癱瘓 它可以馬上取代 而且剛剛講的衛星都有一些死角 如果我發現這個地方有死角的話 它也可以馬上派去支援 因為就像現在畫面上 你可以利用地形的這個阻礙 它的氣球它就可以移動 移動到它原來避開 地形方面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地形受阻 它一樣組成另外一個網絡 它去支援 支援那個衛星它存在的一些盲點 它的一個角度問題 許先生講說 這次不是講說 透過PRSM的這個飛彈 將這個1.7公噸 1.7噸 1.7萬噸 這個所謂的兩季登陸艦 我把你給炸成了 炸成了之後 今天訊息是說 它是透過一個 無人駕駛的海馬式發射車 我們一般知道是海馬式 通常是多管高機動的 這個火箭發射系統 就是我們在講的M142 那M142呢 它其實如果再把它改裝成 這個PRSM的這個 無人發射車的系統 我們跟海馬式做一個結合 台灣也有買海馬式 那接下來 但是它這個是一個無人發射車 無人的 它做一個這個相結合的話 它的載彈量從2枚到4枚 最大至少從500公里 雖然它已經調升 準備要到這個1000公里 那你在勇敢之盾的時候 你可以看它實際發射的這個狀況 它不是說要讓它變成地獄嗎 所以現在這些飛彈呢 它會變成裡面有很多小的子的 包括我們講的極速彈子母彈 而且剛才講現在是我透過 把一個1.7萬公噸的這個所謂的戰艦 我一枚飛彈 兩枚飛彈我就把你炸成了 炸成還不止如此 現在你透過這個所謂的這個PRSM 它還可以用極速彈 它等於說是不但是一個點的把你摧毀 它還可以把你一個面整個摧毀掉 因為極速彈呢 它是最適合大面積的殺傷力 就如同這一次這個烏克蘭 在克里米亞的這個海灘 它被這個俄羅斯 它俄羅斯在 那個是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島的這個海灘 而烏克蘭就使用美援 美國軍援它的這個武器 包括Attackens Attackens 它這個已經裝上了這個極速彈 那裡面的這個極速彈的功能 它就可以大規模的對於這個目標做殺 這個殺傷 可是因為它目前放到這個 你看的是俄羅斯的這個掌控的 克里米亞這個海灘 因為大部分是平民老百姓在那邊 所以你看到這個殺傷面積很廣泛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這個就是ATSM的這個所謂的彈頭 彈頭上面是急速彈 它在空中爆炸的時候 就看到欸 這彈如雨下 它的彈體裡面有很多的這個小型的 這個微量的這個子彈頭 那當這個整個飛彈爆開來之後呢 它裡面的這個子彈頭 它會設計成40到50% 也就是將近一半可能不會及時爆炸 要碰撞或是你接觸到的時候才會爆炸 所以當它散開來之後你看它會在海面上 好像在放鞭炮一樣 或者是在擊中某一個目標城市的時候 它的屋頂上全部都爆炸 如同剛剛在沙灘上也會掉在沙灘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邊 有上百個人一百多個人受傷 五個人死亡 就是它在掉在沙灘上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X這個平台上面 網路上還有畫面就是 有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在克里米亞 當地度假海灘度假的這個民眾 他跑到了那個 他的可能是指揮的這個樓梯啊 結果被炸彈炸到了 然後它不然消失了還是說掉下來 整個就爆炸 所以那個死傷是非常的慘重 而且現在更誇張的是 現在ATSM或者PRSM 它這個彈頭 這個彈頭前面還可以裝彈簧刀無人機 所以彈簧刀的話 就是跟我們國軍之前想要買的這個彈簧刀 它是一種回盪彈藥 發射出去之後呢 它就是社後就不可能再回收的 那對於這個敵方的這個裝甲 或者是它的一個坦克車的話 具有一定的這個傷害 因為它會從高空 變成好像神風特攻隊 自殺式的這個攻擊 那剛剛講說Attackers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PRSM的這種 它的一個飛彈的彈藥 它後面裝上了這個彈簧刀的這個無人機 其實就是一種回盪彈藥 通常可以至少裝一具到兩具以上 對敵人才會有 你彈簧補償 黃雀在後 飛彈打下來你以為你躲過了 下面還有一個無人機 再補一下剛剛可能沒擊中你的這個風險 另外在AO戰場上 讓大家非常好奇是中國跟俄羅斯到底怎麼了 現在中國銀行居然停止在俄羅斯的金融業務 對你知道其實中國銀行在俄羅斯境內來講 算是第二大的外商銀行 但是問題是什麼 現在美國在6月12號 財政部公布了這個俄羅斯的二級的制裁的一個項目 結果中國銀行趕快收手啊 他們趕快不敢去承接什麼 就是人民幣跟蘆布之間的一個兌換業務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怕說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被美國制裁 而且甚至於被美國踢出SWIFT 這時候對中國的所有銀行體系來講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非常災難性的一個後果 所以你知道這個中國銀行 不是有底氣跟美國那邊競爭嗎 本來人民幣不是要說要國際化嗎 那這時候呢 竟然因為美國開始要制裁俄羅斯境內的 二級制裁的情況之下 你就趕快收手 趕快跑了 那時候你把這個普丁當什麼 普丁不是跟你是兄弟嗎 結果你最扎扎實的我們不是說錢在哪裡 新舊在哪裡嗎 大難來時各自非 是啊 大難來時各自非 那你習近平跟普丁之間 那個擁抱的概念就是什麼概念 所以為什麼說這一次你知道 普丁到了北韓到了這個越南時候 其實普丁心中還是有維持的 中國到底你是搞什麼鬼 你一回要聽美國的 一回又想要跟我這個友好 所以其實兩邊之間還是有防範之欺了 從中國銀行在莫斯科的這個業務來講的話 目前是收手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看出兩國之間是有很多奇異的